孙女士是一家外贸公司的职员 她说这套位于杭州上城区凤凰城二状的房子 是公司委托她给外籍高管租的 押金6000块钱 那么她在这里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住了7年了 那现在上个月退房呢 那房东当场来验收房子 验收了以后呢 她就说有部分东西损坏了 她要去核实一下那个价格 那么到时候在押金里扣去多少还给我 孙女士说 这7年里和房东一直沟通顺畅 当时就答应了 后来她再去询问押金的事 房东发来很多照片 就说是地板裂缝变大了 然后说是床头下面卫生很脏 有垃圾 窗帘我们没有给它清洗 导致这个窗帘也损坏了 还有就是煤气灶 说我们没有擦干净 8月8号 房东和孙女士的聊天记录里 提到了房子的很多问题 记者看了一下 大致有两类 一类是家具电器的使用损坏 另一类是卫生问题 11号的聊天记录中 房东表示 押金最多退2000元 双方没有贪拢 你适当扣的话我可以理解 但是扣这4000块钱 我就觉得不能接受 所以我想通过你们来看一下 也就是说是让大家来评评看 我这个房子交给她 应该是再扣多少钱给她 而且我们合同是一年一签的 每次来签的时候 都是她本人到现场来看过的 觉得可以了才续签的 那么如果你有这些问题 你当时第二年第三年跟我提出来 我们马上就改正了 我或者我觉得我做不到你的要求 我不租了 也可以是不是 为什么要到最后了 你再来扣我这么多的押金 孙女士提供了一段她退房时拍的视频 说是专门找了人来打扫过 她觉得房子的状态还可以 房子现在到底是什么样 押金怎么退 孙女士现场给房东打了电话 因为现在差不多也一个月了 那么我们公司的话 肯定也是要来问我的 这个押金怎么还没有退回来 也就是我在公司 这个照片 合同上面写的话 就是说是正常使用损坏的话 也是由房东来承担的呀 如果你说我们是很恶意的 去破坏的 那是我们来承担 但是还有一句话了 你要教给我的基本是原来的样子 那现在毕竟是已经是 七年过去了 就像你说的那个冰箱门的 那个稀条不密封 这也是正常了已经 正常的不一样 你都假的呀 你家里面的冰箱用了几年好用了 那个冰箱你大概是几几年买的 089年 你好 我是那个188黄金眼的记者 我们可以去现场看一下 这个房子吗 现在我不在 我要好这么多 新客客合同 新客客照片 你这个就该去 那我问几个问题可以吧 你看你照片 合同啊 你看好 房东挂断了电话 他给孙女士发来两张合同的照片 又强调了一遍 先仔细看合同 看照片 再讲话 记者看了一下房东发过来的租房协议 在第九条特别约定中 有一句手写的话 以方租期满交给甲方时 基本与甲方交付以方是一致 我觉得是基本一致的呀 那可能我跟他的理解不一样 基本一致 他的基本一致是要跟当时交给我的时候一样的 新旧程度 那么我们的基本一致是指我不动你家里的任何东西 但是自然损坏的 那也是很正常的 就是七年用过了 痕迹肯定是有的 孙女士表示 接下来打算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